嗨 生活萬事通 靜宜去哪裡 靜宜今天帶大家來到花蓮玉里度假囉 在花蓮玉里這邊有全台灣唯一的 氯化物硫酸岩泉 你泡過嗎 而且它是具有百年歷史的全麥 那現在就趕快跟我一塊去享受花蓮八大美景之一的安通濁暖囉 安通溫泉它發源的時間是非常的歷史悠久 那整個溫泉水它發現的時候是民國前八年就發現了 我們到民國19年的時候由日本政府蓋了一棟榻榻米的木造房 開始經營溫泉產業一直到現在 這一棟歷史建築物被文化局編入為歷史建築物之後 我們就盡量能夠把它保存下來 就是給客人去做參觀 因為泡湯在台灣來講是這五六年才開始轉型的泡湯 那早期在日據時代 在我爸爸經營的那段時間是叫洗澡 設施越來越多 包括露天十八池 重啟區 包括我們的蒸汽室 室內池還是有男湯女湯 它是室內裸湯 那它的規劃還是比照日本的泡湯文化做設計的 那有些客人不喜歡一起泡嘛 對 所以我們就創了一個半露天式的星光湯屋 在傍晚的時刻喔 最大享受呢 就是在飯店的星光湯屋裡頭泡湯喔 在這邊泡湯呢 星星月亮都會跟你作伴 幸運的時候猴子都會跑出來耶 在台灣本島裡面 在菲律賓板塊上面的溫泉 唯一只有安通溫泉 所以我們這邊的溫泉 跟台灣其他溫泉比較不一樣 我們的全名叫做 硫酸鹽氯化物泉 我們的房間裡面都是百分之百的圓湯 提供給客人泡到最好的原始的溫泉 那接下來客房的部分總共有三層樓的房間 那它的房型非常的多 景品 趕快來帶我看看你們的房間 嗯 景儀這個是我們安通溫泉飯店的雅治雙人房 哇 彩光好好喔 對 好想跳舞喔 欸 這邊整天都是落地窗耶 對啊 我們房間都是很明亮的 床單上面我看到有那種 原住民的图頭耶 比較符合當地的一些特色 所以這是我們原住民很晚自己知的 飯店都是用獨立桶的床墊 然後加上我們的雨寶貝 看完了雅治雙人房 還要帶我去看哪些房間 好 帶我去看其他房間 這個是我們的家族四人房 兩大床的房型 所以說你們用了一個木質地板 還有一個很寬敞的一個空間 對 想在這邊玩遊戲的話都很舒服 欸 既然是家族喔 我覺得你們整個的一個燈光 還有一個設計的氛圍 就是走溫暖路線 牆壁特別塗了一個像金黃色稻穗的顏色 比較符合花冬米稻米的感覺這樣子 有一種沉穩但是又溫暖的 安定人心的力量 是 哇 帶一個房間的空間好大喔 規劃成兩個區塊耶 對 這是我們的滇雅五人房 五人房那邊睡兩個人 這邊睡三個人 三位 對 然後同樣有兩個露台對不對 對 每一個露台有不同的風景跟角度可以看 這一間還有這個耶 這是我們花蓮原住民阿美竹 對 這是我們自己畫的 那再來看這個衛浴 好 那這個可以泡溫泉嗎 是啊 可以 每個房間都是溫泉 有些是用大理石砌起來的 那有些就是像這樣有造型的浴缸 我們的規劃還是 盡量朝日式的風格來去做呈現 乾淨度夠 然後盡量的提供客人他所需要的東西 也像例如坐火車來我們會做接送 那飯店來住進來一定會有早餐 那晚餐的部分呢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餐廳 那客人來就不需要到外面去 來到花蓮玉璃用餐 我忍不住就要先揹幾口這個白米飯耶 因為玉璃的白米飯 哇 好有名喔 因為我們玉璃它是319鄉鎮裡面 產量最大的一個鄉鎮 所以玉璃的米非常的多 品質非常的棒 那首先看看這個是什麼肉 它是鴕鳥肉 很有嚼勁耶 而且你吃不到肥肉 對 好Q好Q喔 玉璃這邊就是靠山嘛 少不了就是西蝦西魚這些對不對 對 酥炸一下就非常好吃了 對 這個放山雞也是我們這邊養的 真的非常有交勁喔 那這個呢 上面看到的這個東西啊 它是當歸 因為當歸是新鮮的 建成酒的時候它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香 然後跟這個蝦做結合 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就是湯的部分嘛 這個就是我們的金針 金針它有兩大產區 一個是吃個山 一個是六十蛋山 所以我們盡量是以當地食餐為主 一般來到山區呢 來到鄉下地區總是希望能夠 呼吸到更多的分多金 所以我們自己有一個後山的登山補道 設一個蝴蝶的聖誕園區 那它主要是吸引了紫斑蝶跟青斑蝶 給客人去享受不一樣的分多金 你看 將近百年的日式檜木老屋 展現了懷舊的氛圍耶 也讓人感受到百年風華的文化底蘊 而且呢 住在這邊喔 不但有現代化的舒適空間 還有風格多樣的泡湯設施 要讓各地前來的遊客 都能夠好好放鬆 品溫人生喔 就算了